以前我们小区里有个人喜欢把刀片藏在糖果里,然后送给别人吃,之后这个人被抓到竟直接被带走了,但是每到凌晨半夜三炮还有鸡哥都会看到这个玩意在给人发糖果。 就在不久后的一天夜里,本应该在睡觉的二狗因为约了好兄弟阿文去他家打游戏,所以把枕头偷偷塞进被子里,鬼装成有人在睡觉的样子,便急忙跑了出去,过了一会二狗的父母来查房,两人看着鼓鼓的被子就放心地回屋睡觉去了,而另一边的二狗和阿文依然在忙活着推他,眼看天快亮了,于是两人结束了战斗,二狗便往家走去, 到了门口二狗发现居然忘记带钥匙了,无奈的二狗只好做好被臭骂一顿的准备,敲起了门,但是敲了好一会之后也没有什么动静,忽然这时有人出来了,这大早上的你就开始敲门,人家不要睡觉吧,不好意思敲错门了,于是便来到自己家门前,又是一阵狂敲,依然是没什么动静,难道已经睡着了,没听见,文哥应该还没睡,先去他家住一晚吧, 这时候已经是天快亮了,走了不久的二狗感觉肚子一阵饥饿敢袭来,空无一人的大街上缓缓地出现了一个身影,走到二狗面前急忙伸出手递出一些糖果, 这是给我的吗? 那人点了点头,你这人还挺不错的,说着二狗切过糖果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,突然嘴里和喉咙里一阵疼痛传来,吐出糖果一看,居然里面有许多刀片, 此时怪人已经消失不见,最后二狗因为舌头和喉咙被割伤,早知变成了一个哑巴,这天早上我在上学的路上走着走着忽然一路了, 等我再回到楼下的时候已经是午夜时分了,隐隐约约看到楼下站着一个人,当我经过他的时候,他的手突然伸了出来,手里还有一把糖果,我没有搭理他, 你可认得此物,帅哥我错了,放过我吧? 放过你可以啊,那你把糖果都吃了吧 下集更新毛绒娃娃 下集更新毛组